原本平静的街道突然传来一阵声响 事件发生在八日中午的新竹 西大陆与烛光路口 一辆白色轿车发现灯号已经换灯 竟然油门加速违规闯灯 以为能顺利通过 结果还是撞上一蓝蓝色机车 白色轿车驾驶发现不妙赶紧下车关心 幸好撞击力不大 机车驾驶并无大碍 不过白色轿车驾驶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本队远警到场时 双方表示预置行和解 不需警方处理 违规床灯还撞倒机车骑士 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 希望民众未来在路上行车时 可以更加谨慎 记者何孟谦 言语选新竹采访报道